那如果你之前看到一些 之前一些距離的一些簡報的話 比較多的體制政府就是三個字 松跟忍 那我今天也用這三個字來介紹一下 有什麼樣的工具今天要用 那松的部分就是今天你已經來了 所以你應該已經帶了你手上的工具 然後食物外面也準備了 那再來坑的部分 因為你要提案 或是有別人有提案 那大家都會去 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寫下來 後面以後的搜尋 所以大家會寫在這個叫做Hackpad的地方 那網址在這 是gulimb.hackpad.com 那有些人可能已經看過了 它其實就是一個線上像是Odark一樣的 編輯介面 那這些網址都不用記 等一下會有網址大家可以直接看這段投文片 所有連結都在裡面 那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是寫人士的話 如果有一些專案想要是開放搜尋人 想要丟到Gulimb這邊來的話 Gulimb有一個Gulimb的 這個叫做什麼 組織嗎 組織叫Gulimb.com 那如果你有些開放的 project想要丟進 想要放過來的話 也都歡迎 都可以直接寫到這裡來 好 那另外 黑色通文最重要的部分 是人的 東西的部分 那一般 不管是現場 或是線上的時候 大家都是用 有一個 Slack 的一個線上聊天室在討論 那 它在Icon下面這樣子 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線上聊天室 那如果你有興趣想要加入一起聊天 或是今天有什麼問題 不好意思當面 跟這麼多人講話 像我就很開心 那 你只敢 你只敢敲鍵盤的話 那你就到這個網址 就往你點去 V點就可以 上面就有註冊的 教學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完全不用開口 你可以在上面問所有的問題 非常方便 對 那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 然後另外一個是大家來到我Facebook吧 那你也可以到Facebook我家 Facebook後勤中心這邊有個社團 然後你進去 一般有一些 一些相關的一些什麼專案的 一些進度的連結啊 等等等等 開發的東西 也會貼在這邊 所以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一看 好那 前面 因為時間 時間有點累嘛 所以我先很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外面應該有個貼紙 這個米國小路面 就貼上個貼紙 然後就跟他一樣 耳骨的臉 然後換來換去 然後應該就有 我會去救你 然後 然後 最後如果你 前面都記不住 你只要記住這個網址 BIT連給LY寫線 GNBintro 然後前面所有的網址 通常都在裡頭 那 你就可以給一個人去 試試看 你等一下就要怎麼用 那我就很簡單的 概率的 稍微介紹一下 這樣